錢宇你吳哥庫怎麼樣 我去吳哥庫玩 我跟我朋友去 我不知道我這個朋友算不算 生活智慧王 早上我們去飯店吃那個早餐 然後我吃完之後 快吃完了也是buffet 吃完我就看他拿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瓶子出來 跑去那邊裝柳丁汁 有沒有 把他灌到滿 他說吳哥庫這邊不好買水 我們等一下去爬 我都有湯喝 你沒吃 你傻子 所以我就看了很傻眼 他帶這麼大一罐 把他那個飯店全部裝滿 我不曉得這樣到底是 對 小胖這樣可以嗎 你今天假如說今天就像我們說 你要去當 你可以拿你的保溫瓶 飯店人員不會支持 包含你的咖啡 你的咖啡是外帶杯 我用我的 他OK 甚至你請服務員幫你裝 他也很樂意去幫你裝 一杯 咖啡 不是 就是一壺啦 一壺 對對對 一壺 像我們是一壺 對啊 他一壺這麼大 只是那壺比較大而已 你不能帶個吳嘉倫 我的水壺就是吳嘉倫 可是他那個咖啡旁邊 一定會寫說可以外帶 像日本的話 他現在早餐完之後 他準備那個咖啡 他寫外帶嘛 他有寫 那個其實就可以帶了 他那個柳橙汁 應該沒寫可以外帶吧 沒有寫 他也沒有寫不能外帶 他什麼都可以寫 就像我們剛才所講的說 每個人道德觀不一樣 你有需求 假如我今天看到 他超出我的常理 對 他就是不好的 可是他拿得好像比較少 我們就發覺說 他好像拿得比較少 我好像拿得比較多 這就是道德觀的問題 他到底行不行 可不可以 這樣是不是 我們所講的浪費 或是說他是不是夠度的浪費 就像我們剛才那個案子 石片 漁板不齒把它丟掉 那你剛剛說幹嘛夾 你夾那麼多 這是標準的浪費 我們看到就是這樣子 你原封不動 你把它丟了 你說你有沒有試吃 有沒有看到說 我吃了就不好吃 阿伯兩三塊我不要吃 小胖你最近是怎麼胖食物 說不 因為我不浪費 你說他們這些人都浪費 我夾到偷偷把它吃完 人家吃不完 我也把它吃完 好 這個有些地方 真的這也是個商店 本店限國小以下兒童 可以共餐 再來是有錄影中 這商店有錄影中 然後禁止吸煙 禁止在裡面喝酒 禁待外食 還有我們現金交易 另外可能也可以配 iPad 然後還有雲端載具 另外是謝姐參觀 那麼他這裡有寫給一點尊重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雷修律師 所以我們要去一個地方 看到這些就是我進去都要根據他的規定做 才可以 其實大家那個在法律上這個叫做定型化契約 就跟你比如說那個去租房子有沒有都會有一個行政院版的定型化契約是一樣的意思 對 其實你的確是進去之後你就要遵守他 他們叫做電規 因為事實上本來就叫做定型化契約 可是重點是定型化契約不能夠過分 就是顯示公平的定型化契約的條款是會無效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我這次去泰國 但泰國不是用臺灣法 他有規定 就是他不是有那個泰國蝦嗎 泰國蝦不是那個蝦頭超好吃的 裡面還有那個 那可是他就直接規定說 你今天吃蝦頭的 吃到飽一個人五百塊 泰銖 那跟臺幣差不多 但你不吃蝦頭的人 一個人一千塊 其實他就是顯明了 你如果說今天我覺得丟掉很可惜 雖然說我最後你不吃 反而也通常都不是進你肚子 就是進垃圾桶 但他還是這樣子規定 吃大頭蝦就是為了吃蝦頭 對 可是我相信是真的有的人不吃 他說你只吃蝦身 不吃蝦頭 我反而算你一個人 我要收你一千塊 像這種類似的這種規定 都算在臺灣的話 都叫定型化契約 這種就不是過分的規定 因為他寫得很清楚 像比如說假如有一個店家說 你浪費食物 要罰一百塊錢 我們都還會覺得在合理範圍 可是你大概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今天寫你浪費食物 我要罰你一萬塊 對 那顯然就很像在練財 有沒有 這種就是顯示公平 我浪費一點食物 我身體不舒服 要被罰一萬塊錢 比我吃的東西還要貴 對不對 這種顯示公平 他會直接被判定 其實我覺得人家沒有怕你吃 就是你可以多拿幾次 吃多少再拿 有真的想再吃再拿 這樣就不會浪費 那另外就是這個洛拉 你曾經去過一間 很有名的牛肉鍋店 然後那一間呢 他當時開在臺北 其實蠻轟動的 因為臺北要做這個牛肉鍋店 不容易 他是溫體牛 一定要每天到臺南 拿現殺的牛肉上來 台南的牛肉鍋店 所以要維持不容易 然後這老闆呢 他也確實做很好 很好吃 可是就是有個問題 朋友之間大家都會流傳說 去吃一次都沒想到再去 因為在那邊用餐的環境壓力很大 老闆臉很臭很臭 也會罵員工 還會罵客人 你就會聽到他在那邊接電話說 你不懂定位 就不要來定位 直接掛電話這樣 非常兇 所以那時候我去吃一次 我也是覺得真的好吃 但我不會再去 因為壓力很大 你怕要多問他一句話 就會被罵 對 很害怕 很害怕 那事後呢 這個老闆 他之後也有自己在臉書發文 他跟大家道歉 他說他會這樣 是因為他給自己壓力太大 他想要把品質做好 可是他也覺得他這樣是不對的 給大家一個很不舒服的用餐環境 所以他去反省自己說 他最一開始開這個店 是要讓大家來吃得開心 並不是讓大家吃得這麼戰戰緊緊 這店在 店在中山區 他現在就採預約制了 所以他後面變成 每個月只開放一號跟十五號 晚上十點開放定位 你如果訂兩個人 就是付兩千塊定金 只要有一個沒到 他就是扣你一錢 也不能抵用餐的價格 表示很好吃 是真的好吃 那他現在人 都會在那邊親力親為服務 會跟大家聊天說 他之前這樣真的是 抱歉 他說抱歉 抱歉 壓力很大 他之前走香港風格 香港風格是怎樣 香港風格就是來 就是筷子都用摔的 手都插在裡面 我住香港那麼久 手插在哪裡 手插在茶裡面 拿過來給你 你剛剛沒去香港過嗎 你點菜 你只要是稍微 我要這個想好再說 想好再說 那個人就走了 那火器就筆插在那邊 有沒有 想好再說 但是我們特別愛這種店 因為這種店通常很好吃 香港去吃 有一個特色 態度會那麼不好 就是因為生意太好了 對 生意太好 但是以前我們去香港吃 特別要找那個上去 有沒有 地板是很滑的 就沒在洗的 很油 我說這家一定會中 好吃 地板越滑 然後那個 廚車推到 還沒有推出來 已經全部 全部被拿光了 那個店都很好吃 然後整間看起來髒髒的 那個就很好吃 然後那個廚房走出來 都是吊嘎 卡一包煙 那個大叔 香港就要找這種餐廳 就好吃 讚 你有變內奈狂 沒有沒有 你們去吃 你們可以評比一下 那種就是很道地的香港餐廳 對 港式的 對 那那個茶 手擦在裡面 茶是熱的嗎 熱的啊 熱的啊 可是我們就很厲害 那奶茶 他會不會是手扭 扭到了 沒有 你絲襪奶茶 絲襪奶茶 就還擦一半在裡面 檸檬紅茶也擦一半在裡面 你有喝嗎 有啊 有有有 像前一講的 那個像米淇琳 必比丁推薦的 連續五顆 五年拿到必比丁的 那雲吞 雲吞也是一樣 這麼小一顆 你會看到牌的 你說他一個人站在那邊 反正他也抽根葉 餛飩就去弄 可是你知道發現 一碗六七十塊港幣 而且很好吃 對 可是那一口下去 就發現 真的值得 真的值得 你會發現那個味道是 我們吃過雲吞那麼久 沒有看過這麼好吃 反正也只要記得 環境怎麼這麼差 你怎麼大家還排 比比丁還推薦 確實就好吃 你地板一定要夠滑 夠油 就記得這一點就對了 所以那個弄得很乾淨的 那個沒有用 那個沒有用 你要找地板夠油 夠滑的 但是你有時間 沒有人可以在這裡吃東西 而且那時候是飲茶 早上十點鐘開始 然後都有那個阿伯 然後坐在那邊看報紙 我們等那個茶樓 有沒有 以前早些那個蓮香樓 很多樓 然後我們都沒有位置 然後你上去大概半個小時 也沒有人會招呼你 你就要自己去卡位 那個阿伯在那邊看報紙 你就要越離他越近 然後頂在他後面 然後讓他有壓力 因為他都一邊看報紙 一邊喝茶都不走 你知道嗎 他在玩他的鳥 他就趕快掛個鳥 鳥還可以踢進去 對啊對啊 都鳥籠 以前都鳥籠可以掛在上面 早期的香港的那個茶餐廳 你就要給他壓力 然後大家就互相卡位 那種也是一種吃飯的樂趣 但是地板不夠油的 我吃過幾家就沒那麼好吃 是喔 但是他有空拖地 沒空去研究廚藝 那個米其林的這個大廚 主廚都穿得很體面 那你喜歡香港那種 穿吊嘎的出來 夾著一根菸的 米其林是賣輪胎 他們有時候不太懂那個 FU 不太懂那個FU 那老外不太懂那種FU 在地美食 對對對 香港的FU 就飲茶那種 對 飲茶的那一種 對 也有那種紅色布是好一點的 但是那種在地 像以前蓮香樓 它就是那一種 MIVA 向商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